宁波海天素姬出场的是林高远和马龙 就马龙连场了 那这边呢是出场的是尚坤和赵子豪 赵子豪是个年轻女 今天尚坤在第一盘 这位上海俊阳拿到了宝贵第一分 战胜了延安 他表现得很好 刚才双打呢又打出几个好球 说明尚坤的状态现在不错 现在马龙发球 赵子豪切发球 他在双打中呢发球 其实是没有优势的 这是刘国栋教练 旁边的就是朱世贺 今天他打第五盘 他第五盘的对手呢就是赵子豪 现在发球的赵子豪 他呢在第五盘将和朱世贺进行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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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在中国平朝联赛过程中 我们中央电视台是几乎从5月17号开始 就陆续的每一次每一轮都进行转播 只是在世界杯足球的时候有一段是录像 但整个来看就是在这个平朝联赛里面 确实涌现出了很多年轻的选手 包括像赵紫豪 赵紫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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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像过去像许人生李富荣 这些发球都是很好的 所以任何一项技术 它都是一个传统 它慢慢的是一代一代的继承往下 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上海军阳俱乐部是势在必得 它这个取生的欲望比较强烈 马龙这段失误比较多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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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的配合来看 赵子豪和尚坤 一个左手一个右手 两人打得比较默契 特别是尚坤在单打拿了一分 双打表现得也很好 上坤反手拧拉出 漂亮 埃罗瓦的这种正手 就很实 甩起来 整个像鞭子一样 现在随着大球 随着有机胶水 这个无机胶水 就是水溶性胶水 这样全凭自己发力 靠器材 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 所以要求一年的身体数字 还要不断地加大 这样马龙和鞭子一样 林高远 就取得了这局比赛的胜利 根据规定是 第三盘的双打是三局两胜 而且决胜局是打七分 这样就是双打比赛的一个分量 稍微的压缩了一点 使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更快 但是对双打来讲 这一分至关重要 今天让我们认识到了 上海的一个小将赵紫豪 赵紫豪作为纸板选手 表现还是不错的 他刚才的发球 马龙吃了不少 说明了他这个发球的 手上控制还是不错 隐蔽性比较强 林高远做了个手势 现在马龙发球 上昆杰发球 在双打中 就一人打一下 所以这个原因呢 就是相持是更难 他不像单打 我打完了 我接着再打 他是我打完了 我得闪开 让我的队友来打 这个难度就很大 所以在双打里 更强调的就是 要速战速决 尽量 要能够尽快得分 所以这种杀手锏 和这种一招制胜的 这种能力就需要更强 现在赵紫豪和尚昆 无比领先 现在尚昆发球 林高远接发球 杀手锏 林高远出发球了 现在到了全场比赛 到了这个盘点 逆旋转 这个球接得太漂亮了 今天在双打比赛里边 我们看到了上海的年轻的运动员 赵紫豪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不错 这样赵紫豪和尚坤 就以2比1战胜了马龙和林高远 这样为上海军阳俱乐部 又拿到了宝贵的一分 现在2比1暂时领先 接下来就到了第四盘 双方第一主力交锋的时候